台東出產豪米 但是農民的身材工具卻遭到小偷的蜘餘 旁邊鄉一位農民在巡視稻田的時候 發現有好幾台的農機具不翼而飛 趕緊報案 警方調閱監視器循現追查 狡猾的嫌犯為了囂張 還特別把農機具噴漆變色 所幸半個月內成功破案了 找回了器具 一輛藍色貨車深夜行駛在馬路上 後車斗蓋著帆布 先開裡頭裝滿髒物 一整台的農用搬運機 電鑽還有割草機 全都是農民的生材工具 卻被蕭曉給盯上 居住長冰鄉農民 置農地巡視時 發現整台農機搬運車 割草機 電鑽器等 竟不翼而飛 台東長冰鄉一位農民 上個月20號在巡視農田時 發現自己的農用機具不翼而飛 趕緊報警 警方調閱入口監視器追查 鎖定一名外縣市的農姓男子 巡線搜索在男子住處的倉庫 一舉人杖巨獲 三名借賢為了掩人耳目 還將農機具噴漆變色 所信警方在半個月內成功破案 才讓這批身材工具 免於竊盜集團的毒手 逃過被分解 囂張的命運 進行下集會 廠冰箱報道 在錄像中 又可以安排 端姓 既然 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